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辣椒段 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个春笋啊 切开 这个位置不要用刀给它起下去啊 打一下皮啊 用啥呢 比较老那一块 切一下白虾 这样就行啊 你像这个啊 这在家做的话 这个可以放在里面啊 挑这个楞的 这样啊 这黄的这个地方啊 刀都能切动 这样就下了就行啊 这样的老就不要了啊 咱们在家要做这就都得放啊 扔了白虾呢 啊 这都稀嫩的啊 给这皮再打一下 哎 就这样 来 朋友们咱们看看啊 咱们研究一下这个笋 咱们在切 说这样切呢 啊 切成皮材块 这一种啊 不要切片的啊 这样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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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材块啊 不要太薄 也不要太厚 来 咱们看一下这个厚度啊 看一下这个厚度啊 看下这个厚度 和这个形状啊 好了 把这个切好这个煮笋 下锅烫一下啊 多焯一会儿 脆是可以的 要柔软那种脆 这个蒜苗呢 切成段啊 或者呢 槐刀段似的 拿到这么往槐里使劲 这样啊 也叫抹刀段 槐刀段都对 厂度呢 这一寸半厂啊 一寸二厂都可以 好 这样 豆瓣姜 蜡肉呢 把它切成片啊 这么片成片 叫槐刀片 往槐里的使劲这种啊 薄厚 你自己掌握厚点也行 薄点也行 要切也行 打前切也行啊 但我觉得就是 怎么的也是这种刀法吧 处理一下这个效果好 片也大啊 想薄点厚点 自己随便 来 看这片 多漂亮啊 是吧 这样才可以 这样的片 好 就这样 来 朋友们咱们看看这个啊 这个焯有三分钟 这样的脆呢 它不是嘎巴嘎巴脆了 柔软的脆还好 好嘞 来 来吧 朋友们 这个肉呢 是熟的啊 是熟的 把这辣椒一起下锅啊 把辣椒呢也煎出啊 煎出香味儿 看下火 来 这个程度 再加一下火 来 这样 这个呢 要放花椒粒 来 朋友们 看一下啊 大致有 15 6个粒 啊 咱们先下肉 煮料 哎 这个味儿 上来了 再烹入黄酒 来 往前来啊 看 加一点汤 啊 这炒出的干巴巴的不可以 香味 这这样 Why don't you want to eat 香味 酱油 往锅边放 放 焯起盐 全 放入蒜蓉 加入蒜蓉 别着急出锅,把蒜苗炒熟 汤汁不许过大,来看一下,朋友们 这样才好 再少来一点汤 来,看一下,这样就行 别炒汤巴的 一会儿呢,多少打成一点茄 这个茄呢,要求呢,打茄不见茄 又叫呢,偷茄不见茄 来,朋友们,看看这是个茄 然后,你等它开上锅来了,这样搓一下,这样 一翻勺 这个菜是比较有特色的,突出的腊肉味 咱们,这个菜就做好了 外观上看,就是一般般的菜 可是吃起来不一样 突出的腊肉香 腊肉的腌香味 叫腊肉香 煮水鲜 回口带有辣香味 就是这个辣椒炒就有点糊了 糊香 配上这个蒜苗 这味儿啊,非常不错 还是喝酒啊,吃饭呢 都是不错的 来,尝一口 这属于南方菜 四川呢,湖北呀 湖南呢,都有做这个的 好了,就说这么些 有什么需要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各位观看